闪电心算神童 可以用超越常人的高速心算 得出连串多位数字的运算答案 比电脑 原来他们脑中藏有一个秘密工具 今集节目将会揭开这个秘密工具的面纱 上一集已经说过 70年代尾香港的神童肺 以惊人的心算速度 秒杀电算机 温动全港 而近十几二十年 世界各地也出现了很多闪电心算神童和青少年 他们亦都可以在一瞬间 心算出连串多位数字的复杂运算结果 令人惊讶 有研究发现 这些闪电心算者 心算的时候 是以影像家记忆代替传统的运算 就好像我们念九根歌 例如三七二十一 三八二十四 三九二十七 是无需经过真正的运算 就可以立即得出答案 但是当遇上多位数字 和更复杂的运算的时候 这些心算神童的脑里面 自然就会出现一个秘密工具 帮助他们高速运算 这个秘密工具 就是一个虚拟算盘 闪电心算者 会好像戴上一个AR加VR的眼罩 脑中会出现一个算盘影像 而这个虚拟算盘 会自动快速滚动算珠 得出答案 我搜寻过学术资料 发现早于1984年 已经有认知心理学研究发现 熟练算盘运算的儿童 在心算的时候 脑中会出现一个算盘的影像 他们就以拨弄这个想象出来的算盘 帮助他们高速运算 而这个虚拟算盘 是可以透过后天训练 而自动在脑中出现和运作的 近十几年 在东亚地区流行的朱心算 就是训练儿童 先熟集以实体算盘快速计算之后 再利用影像记忆 在脑中建立一个虚拟的算盘 来进行高速心算 这个就是心算神童 脑中的秘密工具 曾经奪得日本闪电心算冠军的少年 黑澤尤希 可以在三秒之内 将闪电出来的十个四位数字 瞬间得出总和的答案 他就透露了他的心算秘密 根据朱心算学会资料 初学朱心算的学童 是有意识地拨弄算珠的 经过长时间训练 之后就可以做到无意识地 自动拨弄算珠 接着算盘就会在脑中自动出现 然后就可以利用这个算盘影像 练习闪电心算 运算的时候 脑中就会自动出现无数的算珠 高速地转动 并且瞬间得到答案 而人类运用脑影像的高峰 是在十一到十二岁 到了十四岁 就差不多会消失 而四至五岁 开始学朱心算 就会得到最佳的效果 而当中一些儿童 就好像神童辉那样 得出一些惊人的心算能力 这位香港朱心算少年 就是一个例子 央视节目挑战不可能 就做过一连串闪电心算比赛 几位自小学习朱心算的少年 要在四十秒之内 计出一百个四位数字的总和 这些数字 会在大萤幕以黄色显示出来 时间只有0.4秒 而且还要在不同位置 和在一堆不同颜色的数字中 闪出来 一般人不要说要计 这一百个四位数字的总和 就算是用眼看和记住这一百个数字 都已经是不可能了 而这些经过训练的少年 竟然可以在一百个数字 闪出来之后 就可以立即写出 这一百个数字的总和正确答案 在七十年代并未有朱心算的概念出现 神童辉的闪电心算究竟又是怎样得来的呢 在电影《谷爆》中 神童辉都表演过 以熟练的手法 快速以算盘 运算加减成锤 显示他自小已经熟练算盘的运算 所以很可能 他和现在的朱心算神童一样 是利用老中的算盘来计算的 2020年 闪电心算世界冠军 现年21岁的印度男子 Lila Kanta 他在五岁的时候 已经得到朱算九段的成绩 他说过他平时的生活 已经习惯了见到任何数字 都会自动将它加减成锤 例如他在街上见到的车牌 8037 他就情不自禁地 将8037 加8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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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断地加上去 很可能就是这些日常生活之中 纷纷绵绵的数字运算 令他累积了无数的运算露影像 在长期记忆之中 令他随时可以以影像高速运算 2019年 央视挑战不可能的节目中 一位闪电心算者 吴美玲 进行雙脑闪电心算挑战 将闪电心算推向更不可思议的层次 过程实在太快了 现在我们要慢镜出道解释一次 大营幕会分左右两边 播出两组黄色的数字 每个数字出现的时间只要0.24秒 而且眼镜更加会闪出不同相关的白色数字作为干扰 吴美玲要在这种干扰之下 立即深算出两组数字总和的答案 成为雙脑闪电心算的世界第一人 朱深算虽然可以训练一个人高速运算 但是在这家人人有手机 有电脑的时代 发达国家更加有超级电脑 闪电心算术 除了用来表演或比赛之外 有没有实际用途呢? 有人质疑 闪电心算 和传统的数学公式运算 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而且高级数学并不是讲求计数快 而是更讲求逻辑思维 和闪电心算依赖老影像 和无意识的运算模式是不同的 甚至有人认为 习惯了以朱深算的儿童 当遇上需要传统数学思维的公式数学的时候 可能会不适应 2019年中国浙江大学发表一个 经过长达5年的研究也发现 学习朱深算的儿童 在计算和影像记忆能力方面 是比没有学过朱深算的儿童优胜 但是在智力测试方面的结果 两组儿童都是没有分别的 所以朱深算未必能够 另一个儿童的智力提高 我找到神童罗文辉 在14岁时候读中三的一段影片 也引证了以上的说法 现在14岁的神童辉 已经读中学三年级 他和一个普通中学生没有分别 只不过他的深算速度仍然是特别快 而记忆力也是比其他同学强的 由小学升上中学 罗文辉最大的转变 就是他以往在数学方面的出色表现 竟然是一落千丈 在小学时候 罗文辉的数学成绩 年年都有九十多分 但是过去两年就几乎不合格 那究竟为什么呢 曾经教过他数学的老师 就有这样的看法 其实最主要就是 他的天才是局限在 四轴运算加减乘材那方面 速度会很快 他的天才会在这方面他得长 但是他本身对于 其他的数学的 逻辑推理那方面的能力不是那么强 就是因为 现在这些数学和小学 根本是不同的两回事 以前那些是加减混合 现在是要公式代入 如果你不明白公式 那就是你做数都不懂的 事实上 罗文辉除了在数学科的成绩 不理想之外 他在其他各个科目的表现 也都只是属于普普通通 当年他的家人 曾经对他有个很高的期望 希望他成为数学家 现在又怎么看呢 暂时推出太阳灰仔的成绩 比较令我们失望一点 这些课程高了 可能他的吃力 就是追没那么理想 比较的心 我们都比较有点多 为他担心一点点 曾经你爸爸 希望你成为一位数学家 但是你想现在这个目的 有没有可能达到呢 就是我尽自己力 我不敢说我不答到 或者敢说达到 这是将来的事 总之我现在是尽不尽力 怎样尽力化 就是读书劲力一点 演行的政策 并没有特殊的计划或机构 来教导这些 有特别天赋才能的儿童 看来这些有天赋才能的儿童 他们今后的命运 就只有靠自己努力 神童辉当年的志愿 是成为一位数学家 但是据报导 神童辉大过了之后 没有做到数学家 而是做了和计数没什么关系的 肉类切割园 即是俗称的猪肉脑 除了计算猪肉多浅之外 他的闪电心算术 似乎无用武之地了 不过在老神经科学角度 闪电心算术 仍然有不少未解之迷 将来的发展和应用是怎样 依然难以估计 每月 每月 只是请小帝人一杯奶茶的小费 就可以看PATREON会员读响的各种私密彩蛋短片 以及读响每集节目的纯声音档 随时随地收听禅非解密的节目 有你们的支持 就有禅非解密